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今天用萝卜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无水无油,低脂健康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青萝卜 先用刀给它去头去尾 然后再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不建议的可以不用削去外皮 青萝卜是绿色食品,营养非常的丰富 不仅可以生吃,还可以做汤,干腌,做泡菜 它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可以润肠,通便,润肺止渴 促进消化的作用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些青萝卜 对身体非常的好 然后再用擦湿器擦成细丝 刀工好的也可以切 擦好后锅中烧水 取开后加入几滴石油油 再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倒入萝卜丝焯水一分钟 加入油能够使焯水的萝卜丝 颜色翠绿不变色 加入食盐可以给它增加点底味 焯水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了 然后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过凉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粒大蒜 先给它切成蒜片 然后剁成蒜末 剁好后收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两个小米椒 给它切成米椒圈 再用刀给它剁得碎一些 切好后收入碗中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后收入碗中 然后碗中再加入一勺辣椒面 一勺白芝麻 再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一勺白糖提鲜 加入两勺香醋 两勺生抽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样万能的蘸料汁就做好了 闻着就特别的香 这时候我们的萝卜丝也过凉了 然后把它控水捞出 给它用力的挤干水分 也不要挤得太干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挤好后把它放在案板上 再给它抖散 再用刀给它剁碎 也不要剁得太碎了 有点颗粒感 这样吃起来更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收入大碗里 加入少许的食盐 给它入下底味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没有土豆淀粉的也可以不用加 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面粉的量可以根据萝卜丝的多少来添加 一直抓拌至萝卜上面 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 像这个样子 然后再把它抓捏成团 把它揉成这样一个软硬丝中的面团 然后揪下一块 用手给它捏瓷瓷瓷 然后再给它搓一搓 搓成圆柱形 像这个样子 再用手轻轻的给它按扁 像这样小饼就做好了 我们按这个方法 依次把所有的饼都做好 然后我们准备蒸屉 蒸屉提前铺上防粘的硅胶垫 再依次摆放上小饼 中间留有空隙 这样能够防粘 接下来蒸锅烧水 水开后放上蒸屁 记住一定要水开后放上蒸屁 这样萝卜糕才会非常的柔软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太漂亮了 颜色翠绿 不用焖锅 如果焖锅的话 萝卜糕的颜色就不翠绿了 接着用筷子把它取出来 装入盘中 这样非常好吃的萝卜糕就做好了 全程采用清蒸的方式 少油 少糖 少盐 营养又健康 再蘸上自己喜欢的蘸汁 口感非常的好 带着淡淡的萝卜香味 特别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